中國藝術家艾美美在中國被拘留將近三個月後 目前保釋回家 但她表示不能夠討論她的案件 一位直言不諱的54歲藝術家 向記者和電視台工作人員道歉 她在星期三獲釋後 這些記者就聚集在她在北京郊區的家門外 艾美美說她的健康狀況良好 回到家裡感到很高興 但她請求記者理解 鑑於她目前的狀況 她不能接受任何採訪 在異議人士和活動人士遭到最嚴厲鎮壓之制 艾美美在4月初被逮捕 中國當局採取這種做法 可能由於擔心中東地區的暴亂蔓延到中國 艾美美被逮捕幾個星期後 北京宣布她是因為逃稅而被拘留 中國官方新華社說 艾美美之所以獲得保釋 是因為她已經承認逃稅 並保證保交拖欠的稅款 新華社說 釋放這位患有糖尿病的藝術家 有醫療方面的考慮 外國政府和國際藝術界 立即對艾美美獲釋表示歡迎 不過很多人敦促繼續保持外交壓力 直到艾美美被指控的所有罪名被撤銷為止 新華社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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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民歳